大家好,欢迎收看小白谈世界,带你了解更多的生活资讯。 自然灾害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避免的,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剧中,人们遇到自然灾害时都难以避免。 而小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是非常神奇的,古代建筑,一遇到洪水岸边的房屋一定会被毁,可是这个建筑洪水建了都直接绕道走了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这个建筑是在陕西省宁陕县城以北五公里,一座城隍庙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 这个建筑建造在洪水高发地,这里每年降水量就达到了900毫米,200多年来以城隍庙经历了几千次洪水袭击。 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,洪水到了这里竟然自动的奔成两路,完美的避开了城隍庙,让人称奇,专家们对此疑惑不解。 而这个建筑也有一个传说,金鸭福州的传说,因为这里风水好,城隍庙下有一只金鸭子,每当洪水来的时候,金鸭子会拖着城隍庙隍,随洪水一起升高。 因此城隍庙淹不了,冲不回,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科学依据的。 宁陕中学的三名学生通过现场勘测和掠读大量的水文资料,发现了其中的端倪,才得知,在城隍庙附近有十多块形似犀牛的巨石。 他们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位置,却从未挪动过,像生了根一样。 几名中学生得出结论,这些巨石群,类似于我国古代水利杰作都将燕的鱼嘴分水滴,在分红导流保护城隍庙。 因此城隍庙金鸭福州现象是经激流过弯时产生的离心力造成的。 两百多年前,古人有如此聪明才智,不得不让人敬佩。 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